這個呢 就叫做 Samosa 如果有去過印度的話 你會覺得它很眼熟 濃濃的咖哩味 你看 完全可以耶這個 因為它沒有開空調 它只有開窗 所以你要選一個做窗面的位置 再來呢 它等一下音樂會放超大聲 這音樂可以嗎? 天草 我們接下來四個小時都是這樣子 天草 可不可以不要一直放 不行 天草 斯里蘭卡 我大概多久沒來啦 2017年的時候有來過一次 然後也待了10天 這次也會待10天 那我們從台北這樣出發 飛機龍坡5個小時 然後再轉機 待了大概一個多小時以後 再三個半小時才會來到斯里蘭卡 其實這樣其實蠻方便的 單趟的 飛機票大概是6000多左右 所以斯里蘭卡其實還不錯 那我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一開始的問題呢 就是簽證問題 啊 簽證真的是蠻麻煩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們的落地簽 你在網路上其實可以申請那個 現場簽證 但是沒辦法 我們拿了中華民國護照呢 就是到了當地 到了那個海關移民館那邊 它還是會叫你進到小房間裡面 它沒有刁難我們 它人蠻好的 很快就進來了 就是我們下來之後 附了一個落地簽的60塊美金 附完之後 到一個小房間裡面寫幾張表格 然後就進來了 就這麼簡單 非常容易 30GB的網路200塊台幣 10天旅程非常夠用 那黃毅呢 現在在處理那個 建設的事情 我們這次行程非常非常Chill 我們訂了今天晚上的住宿 在那個首都可倫坡這裡 因為我們就想說10天嘛 慢慢的來 慢慢的Chill一下 那最重要的活動呢 應該就是要來衝浪 因為黃毅衝浪真的很厲害 這是要讓它好好的交惠我 那趁它在negotiate那個 價格的過程當中呢 我們來跟大家講一下 這邊的匯率好了 1塊美金可以換到305塊的 當地幣 所以呢 我剛換200塊美金的話 就是6萬多塊 那你換算成台幣的話 就是1比10 我1塊台幣可以換10塊的當地幣 其實機場離Ningumbo這個城市比較近 所以很多人都是從這裡 開始遊歷整個斯伊蘭卡 但我們反其道而行 就直接前往可倫波啦 好的 飯店非常的不錯 黃毅這樣一個晚上多少錢 1000出頭 900 900 1000塊出頭 含睡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乾淨 但重點呢 它還有一個小陽台 再加上你看這個廁所 Burban 乾淨最重要 那其實在這邊齁 在這個斯伊蘭卡 隨隨便便都可以找到非常便宜的住宿 甚至一個晚上可能兩三百塊的Dorm就可以了 那剛剛有說嘛 就是你在斯伊蘭卡這邊可以下載那個PickMe 這個東西呢不管是 就有點像UberEats還有FoodManda一樣 但它多了一個轎車的功能 重點是我們剛剛用PickMe來查了一下 從機場到這個Clambo市區 30分鐘大概需要多少錢 我們剛剛是付4000塊對不對 其實也差不多 如果你搭Tutu的話是2500 就250塊台幣 那如果你搭那種房車的話 油冷氣的 是3500塊左右 所以我覺得這個價格是非常合理的 那因為我們現在來到這邊已經 現在是晚上的11點46分 跟台灣有兩個半小時的時差 那我們現在肚子超級餓 所以我們要點個外賣 那要再等待30分鐘 趁這段時間就好好settle down一下 明天就是好好帶大家來這個首都可人波 好好的逛一下 有什麼好吃好玩的 歡迎 OK 欸 歡迎 我覺得 天氣超舒服 超好的 就是陰涼然後現在大概26度 但體感的話可能大概23 24左右 不像台北真的是很恐怖很噁心 對 那這邊也是偏潮濕的 然後早上有下一點點雨 那我們在這邊的話 基本上就跟節目站很像 我們的移動模式都是Tutu 像我們大概要坐15分鐘到那個Ford區 OK 那邊有很多fancy的餐廳啊 還有大飯店 大概是30塊台幣 我剛看大概30塊台幣 300塊Ruby OK 所以來到這邊就是瘋狂的使用Tutu 那因為在這個斯里蘭卡的首都Colombo 它是交通樞紐嘛 不管你要去前往山中那個康崎小鎮 或是我們等一下下午要去的那個Danggura 基本上都是非常非常的繁忙 那我們現在先找地方吃早餐 然後逛個市集 好 那在斯里蘭卡這邊很特別喔 你要找餐廳呢 你不能找restaurant 你要找Hotel 就是我們所謂的飯店 所以像後面那間的話就是 好像已經進去找位置了 我們來看一下他們早餐吃什麼 這個呢就叫做Samosa 如果有去過印度的話 你會覺得它很眼熟 濃濃的咖哩味 而且它非常非常的飽滿 你看 你看裡面 很好吃 咖哩嗎 對咖哩 它味道很重很香 完全可以耶這個 這樣多少錢 你還沒付錢喔 真的嗎 好吃很好吃 怎麼樣 好吃耶 我覺得比剛剛的我們的咖啡店的還好吃 絕對比好吃 它是香 它是馬鈴薯蛋跟 蠻好吃的 有點起司的感覺 對 讚 Samosa 讚 它像韭菜盒 韭菜盒子 它裡面是咖哩 咖哩韭菜盒 咖哩韭菜盒 咖哩馬鈴薯韭菜盒 咖哩 這會飽 這很飽 這個下去真的我覺得會非常飽 你看它的那個麵皮超級厚實 我們現在在這個藥塞區 對 然後它其實有分兩個區域 OK 那這個藥塞區呢很特別 我們現在叫Dutch Hospital 它應該就是這棟後面白色的建築物 它是1878年就存在在這個地方 然後很漂亮 因為它這邊就是很多酒吧的區域 然後你看後面的建築物 我覺得走在這一區 就是有點殘破那種歷史感 你知道嗎 我覺得這還蠻不錯對不對 那種感覺 對啊 就是有一種歐洲龍頭 對 就是那種殖民時期的一些建築 老建築 然後這邊其實都蠻有一些fancy的店 你知道嗎 1517年葡萄牙人來到了可倫波 並以紀念哥倫布命名這座城市 整座城市超過了600萬人 所以到處塞車的狀況屢見不鮮 現在又遇到了我的最愛的地方 就是要買那個 我的生活 這講話很大聲 老闆 就要買那個鈔票 舊款 50年我的生活 OK 50年 50年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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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是因為 站這個關係 它的耳都聽不到一刀 被炸到 90 90 OK 所以這個價錢 這價錢 這價錢 不太多 5$ 可以看看 好粗魯喔 好粗魯喔 OK OK 我們現在過了一個小河流 來到了佩塔區 佩塔區 佩塔區這裡在中央市集 在中央車站的旁邊 那這邊就有很多市集 我們可以走進去 到處亂跨 那賣什麼東西 基本上名稱用品都是啊 所以我們現在看外圍的 可能就是一箱電器啊 螢幕保護貼 這邊到處都有 然後吃吃喝喝 我們來看一下 有什麼東西可以買 然後一杯飲料的話 好扯喔 欸芒果汁一杯10塊台幣 真的喔 對 沒錯 超級便宜 那如果你要在這邊辦那個SIM卡 也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 東西就要小心一點 紅色清真寺 是可倫波的地標之一 建於1909年 百年的古蹟 特殊的外觀特離獨行 遠遠的就可以看到它的存在 非常的顯眼 入內參觀不用錢 但是要算好時間 早上11點剛好有一團英文導覽喔 這邊在整個西島寺 最重要的就是後面這四根柱子 這個是茶樹 你沒有聽錯 不是什麼張木或其他的書 它是茶樹 你有看過這麼粗的茶樹嗎 然後已經一百多年歷史了 好那我們來看下一個景點 好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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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營能賺你 這樣的燈熒 好的各位 對 那我們剛剛畢竟有點九死一生 其實也沒那麼誇張啦 就是因為我們來到這個Floating Market呢 要穿越它的長途汽車站 喔 剛剛真的是很緊繃 怎麼樣 剛剛覺得如何 有點累對不對 人很多 對 人很多 然後又一直炸汗 那我們現在來到這邊要幹嘛 你找到的 黃毅找到那個Floating Market 想喝酒 然後休息一下 我們需要坐下來休息一下 對 然後在這邊好好的吃個中餐 那下午我們就直接走到對面的汽車站 搭大概四個小時的車子 而且我們車子很特別喔 應該是沒有冷氣的 基本上你在斯里蘭卡交通很便宜 但是就是像這樣子的校車 有點像那個我在中美洲搭乘那個Chicken Bus 像這樣子 吃飯吃飯 逛一下逛一下 東方明珠 強烈建議這裡不要來 浪費時間根本就是片觀光客的 這邊介紹一間很讚的海鮮餐廳 位於濱海大道旁CINNAMON GRAND的五星級大飯店 裡面的PLATE海鮮餐廳 魚貨各式各樣 而且都非常的新鮮 現點現做 好啦 我覺得這邊我們剛剛看一下價格 其實一個人500多塊 而且龍蝦100公克是265塊台幣 乾杯 這杯多少錢 這杯90塊 80塊台幣而已 可以啦 我覺得這種 這個價格在這種五星級 這是基本上我們在濱海大道 剛剛離那個中央車站 大概是15分鐘左右的車程 很棒的一個地方 看這邊的環境多棒 餐廳美 氣氛家 炒飯 蝦子再加上兩條魚 這樣一個人也只要600台幣 對了 還有兩杯大大的啤酒 CP值超高啊 好了 那我們現在來到了 不知道從何下手的中央車站 現在兩點半 剛吃得飽嗎 還蠻爽的 好好吃 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好 沒關係 隨便問吧 好 因為它這邊其實有分 像剛剛有看到的chicken bus 或者是有空調的車子 那價格的話絕對不會貴啦 放心吧 好 來 歡迎 交給你了 耶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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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他說多久要開 2點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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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交給你了 好啦 那我們現在已經上車了 再過5分鐘就要開車 那過去大概4個多小時 4個小時 然後一個人是530 就是53塊台幣 53塊台幣 OK 那 車上很熱 因為它沒有開空調 它只有開窗 對 所以你要選一個做窗面的位置 再來呢 它等一下音樂會放超大的聲 喔 斯里蘭卡式的音樂 跟印度音樂是很像的 這音樂可以嗎 天草 我們接下來4個小時都是這樣子喔 可不可以不要一直放 不行 天草 這樣的音樂就持續了3個小時 所以這邊強烈建議 來到斯里蘭卡 降噪耳機一定要準備好喔 我們已經坐了 坐多久了 3個多小時吧 現在已經6點 啊不對 快4個小時了 對 3個半小時 我們大概2點50 剛剛我們發車3個半小時 我們來到了 快到檔布雷了 大概還有再半個小時車程 蠻累的 而且人超級多 然後 最主要是沒有冷氣啦 所以你的汗 乾流失失了又乾 大概就是這樣子 來到斯里蘭卡 這還只是第一天 所以要有心理準備齁 如果你沒有包車的話 大概是想這樣子的 搭車人生 我們在一起 快要是用火的 快要走 再給我們 一天 來看看